OK 我要开始变魔术了 喵喵喵 在家里也可以自己做出月亮的背景哦 哈喽大家好 欢迎观看CMAKER的今天我们要来开箱这个 据说出卖很多惊喜的礼盒 里面还有最新的这个realme C55的 那跟我一起来解锁这一款手机的几个特色 还有它的亮点吧 首先让我们来看看这一个 特别定制的Ramada礼盒里呢 到底装的什么的 那我们先打开这个盒子 里面有一个铁盒 哦 里面是一个realme的pendrive 这pendrive好有型哦 那旁边这里呢有一个大个的盒子形状 哎呀一看就是手机盒了 我们就先看其他的东西吧 有个月亮形状的空盒子 还有几张的卡片 这里还有一个可以组装成手机架的 OK 我要开始变魔术了 喵喵喵在家里也可以自己做出月亮的背景哦 好啦 那我们呢就接下来看看这个realme C55 这款入门机的手机 它可不是普通的入门机手机哦 还是realme C系列中呢 最具代表性的一款手机哦 为什么这么说呢 因为啊作为一款入门机的手机来说呢 它不但采用了64Mbps的相机啊 还有256GB的大内存空间 也搭载了33W的快充 还有就是超级梦幻的这个 32W设计哦 那这些功能呢都放在入门机手机里了 是的 你没有听错 没错 是真的 所以呢这一台realme C55啊 它是C系列历史里呢 我觉得它是最像的一台手机了 它是由50万个光粒子形成的线条 为的就是打造雨水的线条 搭配上这个渐变的金黄色 它的设计灵感就是来自优美的这个太阳鱼哦 这设计也是太美了吧 对了 它也是这个价位领域里呢 最薄的7.89mm超薄机子哦 那除了这个好看的设计啊 说实在的 这个64Mp的人工智能相机呢 是我觉得它最引人注目的特色之一了 那C55呢打破了在这个价位端的50Mp的限制 因为啊 realme知道我们这些用户现在用手机啊 除了是日常使用之外呢 也都会用手机来拍照啊 记录生活等等的对不对 所以呢 这次呢 他们给了我们这个升级的拍摄体验了 所以一些呢 我也会在我的下一个评测里呢 分享更多的样张哦 记得订阅还有关注 那除此之外呢 这个C55啊 它还有256G的大内存的这个空间哦 那当然256G其实已经不是一件大件事了 但是呢 要在这个入门级的价位里呢 可以买到256G的内存的话 那你必须必须要考虑这个C55了 因为它是目前同价位中呢 拥有最大的存储空间的手机了 256G的存储空间啊 可以做什么呢 可以存储超过50千张的照片啊 70个的手机游戏 当然它有860级的电视剧 甚至是860个热门的应用都可以下载的 那你不需要一直删除照片呢 影片呢 也不用担心手机会卡顿的 那我觉得呢 你拿来做主机啊 或者是备用机啊 都是很实用的 那最后就是大家都会关心的充电问题了哦 那大家看了realme GT3的240W超级秒充之后 你们应该也是知道了realme一直引领着这个快充的技术的 那这次的这个入门机系515啊 也带来了33W的快充哦 它是史上入门机里最快的充电速度了 29分钟呢就可以从0%冲到50%了 而且呢这个C55还是第一款原生灵动导的安全手机的 那我们看了以上的这些之后 你是不是很想知道这一台手机多少钱呢 那如果你想要知道的话 记得留守我的下一个评测啊 还有这次realmeC553月28号5点的这个发布会啦 到时候呢realme这个发布会会有watch&me的活动 记得去留守啦 好啦今天的视频呢就说到这里了 我们下期再见 谢谢观看 bye by bwd6